即將邁入高齡社會 面對高齡少子及清零人口外流的困境 除因積極破壩 營法族友善生活環境外 並因重燃在地產業生機 鼓勵清零回鄉 盼幸福能適時結合東發條例 既以推動 在這個快速的變遷的社會 敬坤其美幸福各局處 市政要有願景及理想 要勇於突破過往的糾草 畢竟一行過往經驗與做法 是無法面對新興社會的各項挑戰 也希望各局處能充分合作 要有誇意思維 統整所有資源 由點而面前面提升市政成效 本會前提議員也會全力協助 作為幸福的市政後盾 以共創憲政新有 最後敬祝 幸運昌榮 本次大會順利圓滿成功 祝大家健康平安 接下來 我們請顧縣長做施政總報告 來議長 在座的各位議員先進 所有廣大的 親愛的花蓮的父老鄉親 今天 崑奇很榮幸 再次代表憲政團隊 能夠在第十八屆議會 第三次的定期會 能讓這半年來 所有憲府同仁 共同努力的辛勞 以及未來發展的目標 在各位先進的敦敦指導之下 本週為所有花蓮整體的發展 以及前瞻 能夠做好因應的 這些相關的工作 花蓮已經不是 昔日的無下阿蒙 花蓮的能見度 花蓮的知名度 花蓮整體的形象跟格局 在台灣已經正式脫穎而出 受到高度的注目 以及眾多縣市到花蓮來 靜香的學習 我想這是一個很難得可貴的 所有的父老鄉親 大家攜手同心 本週同理心 讓花蓮能夠 在和諧團結的氣氛之下 共同為打造更幸福美滿的新花蓮 而共同努力 也在所有縣府同仁 共同的辛勤努力之下 跟各位議員先進 共同的這樣的一個 監督跟指導之下 花蓮縣政府 本週最辛苦的財政狀況 已經連續五年 還債高達十三億四千萬元 我們會持續的 我們會持續的來努力 放眼全台灣十九個縣市當中 舉債不斷的增加的 這些六都以及各個縣市 花蓮不斷能夠逆勢成長 能夠把該有的建設 跟社會福利一樣樣的來落實 更重要的是 逐步的在改善 整體花蓮的財政 今天 昆琦所 帶領的縣府團隊 首先 先給各位議員先進 廣大的花蓮父老鄉親 來先做一個介紹 第一位 是勞苦功高 為花蓮縣所有鄉親服務 五十載 而體力 精力 智力 各方面 優勿在35歲的 我們的蔡英皇 蔡副縣長 可不可以確定他的體力比我好 再過來我們 民政處的處長 邱展謙 邱組長 過來 我們財政處非常辛勞 在推動青年住宅 我們的劉台文 劉處長 我們少裝派年輕一代接放 非常認真負責 我們建設處 鄧紫怡 鄧處長 我們重視客家文化 我們客家處的 林挺光臨處長 在端正整個 關徵 關德 我們張峰處的 余世銘處長 我們原事處 中央一條邊 我們王偉熙 王處長 我們主計處也是中央一條邊 施欣平 施處長 鄭官 橫向聯繫各局處 做好整個研考的工作 行政研考處 林靖虎 林處長 本府檢任 檢任秘書 田俊雄 田秘書 各來是我們警察局 我們整體治安 不斷在提升 江正茂 江局長 我們消防局 全國滿意度最高的 我們林維瑞 林局長 積極開拓 積極開拓 我們窮鄉 能夠 廣開財源 我們的 地方稅務局 李育之旅局長 降低 費結核的 這樣的一個 最嚴重之地的惡民 能夠啊 持續讓我們 這個花蓮縣 整體健康提升 人均一命 也不斷的提升 我們衛生局 徐祥明徐局長 環保局 從校長退休 非常認真 而且破離執行的 饒中饒局長 我們文化局 有非常深厚文化底蕊的 陳淑美 陳局長 從教育處到文化局 再回到教育處服務的 劉美珍 劉處長 我們 少數民族 我們原民處 陳建春 陳處長 觀光旅遊處 彭偉如 彭處長 社會處有非常多的社會福利 要一步一步 不斷的來為鄉親來服務的 陳文綺 陳處長 認真負責 來為我們所有 憲政工作 來進行做好所有土地工作的 崇慧 陳處長 農業處 學有專長 而且實務經驗 從農糧署 這個 這個 調派過來 我們羅文龍樓處長 各位議員先進 所有敬愛的廣大的花蓮鄉親 今天 很高興再次來到議會 也正因為 在 第二屆的現場任內 在僅 剩餘的兩年八個月的時間 有非常非常多的 後山翻轉 能夠 改變命運 讓整個地方 能夠成為 台灣的模範跟驕傲 在 僅存的兩年八個月當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 建設跟政策要來執行 所以 昨天思考到很晚 因為睡眠不足 所以今天 這個臉色紅潤 因為血壓比較高一點 但是呢 我們還是希望 就 觀光 農業 我們基礎建設交通 教育 藝術文化 以及弱勢 婦女老人兒童 青年關懷 民政 原住民 財政資安 以及地方稅務 十一個面向 來向大會 以及所有 親愛的華臉鄉親 來做一個 報告 在觀光方面 我們正式開啟了 台灣最大格局 也逐步在國際知名的 我們的東大門夜市 創造了 非常大的一個 新的一個思維 原來 台灣的夜市文化 在整個亞洲 如此的風靡 但是 夜市 一樣可以做到 高水平 高 干管 觀感 同時 還有多元的文化 來把它融合 所以我們的 福定夜市 大陸各省一條街 還是我們的 原住民一條街 還是我們的 在正式 這個 跟鄉親 跟所有 台灣 以及國際的 觀光客 見面以後 深獲大家 一致的喜愛 也帶動了 整個地方的發展 同時 我們希望 這個 中區跟南區 也有更多的建設 所以我們在 六十淡山 刺客山 以及 李玉潭 這些高空纜車的部分 也得到 花東基金的支持 現在正在做 這個可行性 以及相關的 這些規劃當中 中央所拨付的 1500萬 整體的經費 目前 正在 整體的進行當中 對於 我們 整體的 農業發展 我們 有著 台灣第一的 農業的形象 以及標杆在花蓮 包括我們的營養午餐 學童營養午餐 每週 也必須有一次 是用食用我們在地的 有機食材 同時 我們現在積極的 跟國產署 要合作 要 對所有的這些 國有的這些農地 由 政府出面 來協定 溢價 成租 用較低廉的價格 來統報之後 再轉租 給所有華蓮在地的 農民鄉親 希望降低 大家租 的成本 縣府 積極的 在協調辦理當中 對於整個 果菜拍賣市場 我們花蓮的果菜拍賣 拍賣市場 是全國唯一啊 目前還是用口語 來拍賣的一個市場 而且也可以 成為啊 另外一種 農業觀光的一個特色 經過 經過花蓮縣政府 跟 農 農委會 以及 國花 會 激起的 共同之後 已經在今年 正式 核定 補助 議員 讓 整個 我們的果菜市場 能夠新建一個 國際 觀光的果菜市場 啊 預計今年 要正式來動工 也讓 花蓮的 有機的 最頂尖的農業 能夠在另外一個 體現上能夠表現出來 當然 我們整個 農業 花卉 森林 相關的這些推動 我們也在 芝卡軒從去年啊 我們推動了這個清水公園 得到廣大的好評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能夠大手牽小手 親子 能夠在炎炎夏日啊 來到 我們的 芝卡軒清水公園 來一起同遊 我們希望在花蓮 整體周邊 都是危險海域的情況之下 能夠 配合觀光的發展 有一個很務實的 一個有森林 有細水 而且今年 要推動第二期的 這個整個細水設施 會在芝卡軒來落實 讓更多更多的鄉親 能夠來參與 對於我們整個 太平洋公園 太平洋公園 也算是把南北兵 打造成一個 嶄新的一個地景公園 也深獲 各界 以及 觀光光客 深深的喜愛 在那裡 在那裡 流連旺板 住族 拍照 好 接著下來 我們的 相關的這些基礎建設 以及 為您服務的工作 我們的青年 我們的青年住宅 在全國唯一的 有房屋及土地 所有產權 讓我們所有的青年 不要如同 濕根的蘭花 漂流的浮平 能夠歡迎他們 能夠板箱 能夠在這裡 安身立命 以花蓮優先的前提之下 能夠讓我們的青年 能夠好好的 在花蓮 能夠好好的來安頓 每一户250萬的青年住宅 我們在今年 今年4月份推出第二期 並預計在今年的中秋節 會推出第三期 本週一年兩期的推動 讓整個 在未來兩年八個月 以及過去一年 加未來的兩年八個月當中 也就是這個任期裡面 至少要興建4000戶的青年住宅 要解決所有用地的問題 同時啊 讓更多更多年輕的花蓮子弟 以及花蓮的新移民 能夠共同加入這個家庭 能夠在地方 共同的幸福繁榮的發展 那所有的這些基礎建設 包括十六股大道 已經正式來通車 也因應花蓮施工所 對於整個管癢經費 有高度的困難 所以由縣政府概括承受 未來所有管癢 以及相關的經費 亦住等等 由縣府 完全承擔所有的責任 也讓整個十六股大道 讓花蓮市的東西向 連結美輪 這個30米中央路 能夠疏散上下班的整體的車流 讓更多的鄉親 能夠在花蓮市 有行的便捷及安全 整體我們193縣道的拓寬 是分為北段跟南段 在大花蓮市地區 北段的部分 從南山站到七星潭 要拓寬成20米 實際上影響到防風林的部分 不到1.7個百分點 但是在各種政治的操作之下 讓我們現在有 遭遇到相當大的一個困難 在有理說不清的今天 確實公務員員在執行公務上 遭遇了空前大的這樣的一個阻難 而且公務體系 清楚的表達政策的說明 都被一些所謂外地來號稱的環保團體 這些外地非花蓮人 來這裡做一個無名的 莫名的抗爭 影響到未來整體 蘇花改通車以後 可能在我們的 進入市區的這個路段 會有大的一個瓶頸跟英雄塞 而且我們所爭取的經費 從江一華到毛治國 到張三珍任內 都已經核定了這個預算 我們也擔心政黨輪廷以後 因應搭配環保團體 可能會有重大的這些變化 我們希望我們希望 蔡英文女士本書對過去 對花蓮的承諾 能夠啊 好好的讓這些地方的建設 能夠很務實的來完成 同時南端的部分 是在這個海濱大道的部分 要偷干成30米 我們已經積極的已經上網 已經上網招標 會積極的來推動 但是環評也同時卡在193的部分 我們現在積極要來把它分斷 來做環評 另外 同時海濱大道也是花蓮市最重要的一條 周邊的一條疏散大量車流的東線道路 要能夠把它拖寬起來 因為蘇花崗還沒有通車 事實上現在整體花蓮市就已經非常擁塞 所以海濱大道的拖寬 如果再延宕時辰的話 會對不起所有親愛的花蓮鄉親 但是花蓮縣政府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在吃座 但是這民間政黨相關的團體 不斷的用各種理由來妨礙花蓮的發展 我們也盡心盡力希望能夠把它做好 對於整個賀岡 瑞北村到賀岡的新建大橋的工程 我們也積極地在上網發包當中 預計107年來完工 對於整個吉安一號道路的二期工程 在一期沿著30米路到吉安鄉打通之後 二期到南華交立體交流道 我們會積極地來進行 並已經得到這個可行性評估相關的經費 預計在193發包之後的結餘款 會率先地用在吉安一號道路 二期的這個打通的部分 希望未來蘇花改通車從中央路30米路 一直通到南華的立體交流道 直接把花蓮大花蓮市區的 西線的這個連結的網絡 能夠全線的打通 對於現在全世界風靡的這個 自行車節能減碳的部分 兩潭自行車道跨吉安西的部分 已經正式來開工 讓這個南冰的部分 能夠徹底的來銜接起來 預計在今年的10月 能夠來完成這個最後一塊拼圖 讓整個大花蓮地區的這個自行車步道 能夠一個非常圓滿的一個連結 對於整個河川排水治理工程 我們總共證取到4億元 已經在聯合排水的部分 包括美人溪水系 這個美人溪左岸這個精華護岸的部分 以及聯合排水護岸工程 總共有4億多的經費 我們都在進行當中 南冰抽水戰也得到花東基金 相關的這些核定補助3.5億元 會積極的來把它進行 讓整個我們自由街 自由街在整個花蓮市區 面對比較大的一個風雨的時候 依然不會淹水 讓更大的力量能夠來 保護整個市區 整個排水系統 對於整個日出香蟹大道 日出香蟹大道 現在推展過程當中 我們會積極地進行 畢竟這條道路 日出大道的完成 是整個台灣整體的 這種Shopping Mall商店街 以及露天咖啡的 這樣的一個台灣 最經典的一條道路 而且可以勝過台北的新一計畫區 以及台北市的新門町 能夠真正成為台灣最漂亮的 而且流傳超過1000年以上 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這樣的一個台灣之光 我們會積極地來爭取預算 即便是預算沒有辦法執行的時候 我們縣政府會自力來把它完成 同時因應進來台南的大地震 以及日本雄本的 這樣的一個非常可怕的 這個地震的發生 以及環太平洋地區 這個地震 可能已經進入一個旺盛期 所以我們對於整個老舊房屋 在88年6月1號 以前興建的六層樓以上的公寓 我們在今年4月公告完之後 開始受理免費的 免費的大樓的健康檢查 結構的健康檢查 同時在這裡要再一次 很隆重地跟所有的議員先進 父老鄉親來做報告 對於我們整個大花蓮市 舒瓦改通車以後 我們不管是在花蓮西線的 慈激四圍段 要做大型的這個停車轉運 這個整個轉運 以及一個新的一個都心 我們會積極的來進行 對於東線的部分 在福德段 我們會積極的開發一個 比較更大型的 這樣的一個繁榮地區的 周邊轉運 跟超大型的停車場 停車塔 讓未來整個花蓮市的發展 不會因交通而打劫 因停車的困難而找不到地方 所以這兩個都市計畫 我們積極在進行當中 也包括第三個就是在 花蓮火車站 整體的整建工程完成之後 我們在花蓮火車站的正前方 來推動整個客運轉運中心 也會在這個花蓮火車站前 正式來推動 我們在教育的部分 我們要再次感謝 慈濟功德基金會 為本縣六所 這個國中小來援建 同時呢 還有五十九所 國中小的這些廁所 相關的這些整建 挹注了七億四千萬元 我們再一次對慈濟 整體在花蓮協助地方 整個教育品質的提升 對於正言上人 以及慈濟功德會 所有的這些志工夥伴們 以及出家的這些法師 再次表達深深的感謝 我想慈濟跟花蓮 我們應該共同攜手 讓更多更多慈善的資源 能夠來為花蓮啊 來做更多更多 不管是教育也好 老人照顧也好 社會安養也好 有很多很多面向 我們希望能夠攜手 來照顧廣大的花蓮鄉親 對於怎麼樣能夠成為 百年素人 這樣一個神聖的目標 我們積極的在推動在進行 尤其啊 尤其我們現在深深的思考一下 當 在 滿清末年的時候 所有的這些 包括武士運動等等 這些 有國際觀 有前瞻的思緒 能夠帶動老舊的國家社會 能夠有一個 新的一個思維邏輯 這些當時啊 都是透過這些留學 留學生的這些孩子們 送出去 學友所生回來之後 帶來新的思維跟格局 來扭轉了 整個國家社會的命運 包括日本的明治維新 當時 日本的女人 並不是有這麼高的社會地位 但是在當時的 明治維新的時候 同時 把男性的學童女性的學童 都送到了歐美地區去留學 創造了整個明治維新後 大量的 外來的 進步的 最新的 這些思維邏輯 能夠讓日本 成為明治維新之後 百年來的強國 如今依然在亞洲 是屬一屬二的強國 所以啊 我們認為啊 往外取經啊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 包括我們台灣的 過去的經濟部長李國鼎先生 胡士芝先生 通通都是啊 在過去公費留學 回來以後啊 整個扭轉了 台灣對教育 對科技的這些想法 然後呢 帶動了台灣整體的大的一個 新的一個時代的來臨 所以 包括曹信成先生 張忠謀先生 他們到了矽谷求學 這個學習之後回到台灣 讓整個 整個台灣的IT 各方面我們的科技 目前還領先 全世界 甚至超越大陸 還有15年的攻堅 這些人當時都是李國鼎先生 把他送出去 去留學 我們一直深深覺得 花蓮這個偏鄉 有更多 有能力 肯學習的 清寒的學生 我們希望他們有一個 同樣發展的一個 學習的機會 能夠出去見見市面 能夠啊 不要一再是井底之蛙 能夠去看看世界有多大 世界的發展有多快速 所以我們現在從今年 我們經過兩年的準備 經過兩年的準備 所以我們要非常感謝這個聯金出版社 聯金出版社 整個聯合體系大力的協助幫忙 還有我們的外交部 我們的教育部 以及駐美代表處 以及美國的教育部 共同在經過兩年的溝通當中 終於完成了這個使命 讓今年花蓮 八月份 我們有十位高中生 這個成績優秀的高中生 依照申請評比出來 能夠到美國去留學一年的時間 留學一年的時間 而且是在華盛頓 在市區啊 華盛頓 也是啊 美國的首都的重鎮 到那裡去看看 全世界的政經發展是如何 也希望在他們出國的過程當中 所見所聞 透過每一天的臉書上傳 能夠讓花蓮的這些學子 我們兩三我們三萬多名 花蓮的學子 能夠同步的去看到 同步的去了解 跟他們一起分享 在外的所見所聞 以及心得等等 希望呢 能夠引領另外一波的風潮 能夠有更多更多的孩子們 能夠大家的競相的努力 來爭取到這份榮譽跟資格 到國外去 到美國去看看 去學習 去認知 未來啊 能夠成為啊 我們整個花蓮 未來生根發芽的種子 能夠成為啊 未來的巨木 甚至神木 而且 我們積極在籌辦 希望明年 就除了高中生以外 我們也積極希望能夠 下降到國中生 也有實名的額度 能夠啊 到整個啊 歐美國家來求學 甚至在一段時間 再往下到國小 等於國小 國中 高中 各實名 能夠到國外去 大開他們的視野跟格局 未來來為我們在地的鄉土 做好這些整體發展的工作 對於整個我們高爾夫球場 延宕百年 延宕百年呢 近百年的 這樣的一個 切身未明 語法無據的 這一個高爾夫球場 在所有議會同仁先進的支持之下 以及一千六百位會員 共同體恤之下 我們終於擺脫了 監察院連年的糾談 以及國產署希望能夠合法來辦理的 情況之下 我們成為全國第一個 第一個 能夠是由地方政府 所擁有的 這樣的一個高爾夫球場 而且在市區的高爾夫球場 正式法制化完成 也在四月份正式來交接 不只保障了所有高爾夫球場 員工就業權 也讓保障了一千六百位 對所有集球會員的 相關的資格 全數確保 同時 對地方 相親 也提供了大量的 平民參與 全國第一個 平民高爾夫球場 在我們 花蓮 只要六百塊錢 就可以打球 打18個洞 只要六百塊錢 同時 對於回饋 地方的教育 培養新的高爾夫球人才 也有相關的 積極的這些回饋辦法 所以 政府 也能夠正式的收到稅收 好 所以 我們創造 政府 會員 員工 鄉親 市營 不只能夠還財 移民 能夠正式法制化 能夠啦 也能夠讓公益 能夠歸功 我要謝謝大家共同的努力 共同的認知跟體系之下 讓這個百年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終於把它完成 我們要持續的來感謝 也讓他能夠永續經營 無縫接軌 環彩移民 對於整個職棒的發展 花蓮 棒球運動的發展 花蓮一直都是職棒選手的搖籃 所以我們激起的跟 中華職棒聯盟來聯繫 從去年的五場 增加到今年的八場 我們更希望 未來 花蓮能夠成為一個常態性的球場 我們也把球場的相關的設施 不斷的逐步的提升改進 我們有全國最先進的 整個電子看板 同時呢 對於整個球區 球員休息區的相關的這些設備 我們也積極的在天購進行當中 能夠讓來花蓮比賽的職業球員 有一個最好的環境 能夠在花蓮來比賽 我們對於整個藝術文化的發展 我們104年全國公共圖書評鑑 我們得到三冠王 而且在20個縣市當中 這個績效最為優異 我們對所有文化局的同仁 來表示感謝 同時我們現在呢 也爭取到 也爭取到 這個 102年到105年 公共圖書館 東區資源中心 四年要增加10萬册的藏書 10萬册的藏書 讓花蓮的人均藏書 已經躍升為全國的第四名 同時呢 我們也成功爭取 讓這些地方的優質的文化 以及歷史建築 能夠得到保存跟整理 中共爭取到 核定了 以目前已經得到行政院核定 有3億1500萬元 我們會積極的來辦理 我們一直覺得說 花蓮 要如何擺脫偏鄉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 對於在市區裡面有一個 真正24小時全天候的 一個科技的 一個圖書的一個學習館 我們不要再稱作圖書館 科技學習的圖書館24小時 我們決定在東洋廣場對面 來興建一個 向中央積極爭取來興建一個 24小時智慧型的科技 學習館 能夠讓更多更多的孩子 在東洋廣場 未來整個東台灣最漂亮的 觀光大飯店 小平墨前面 在晚上也可以到我們的智慧科技 圖書館 來這裡 學習 來這裡讀書 同時呢 也有24小時的這個 餐點空間 讓大家在裡面 可以流連旺板 我們也在積極的 把整個計畫 現在在做可信性評估當中 積極的跟行政院來爭取 也得到張善政院長親自到場 而且大表讚揚 希望我們能夠持之以恆 能夠再接再厲 把這個東台灣第一座 24小時全天後的智慧科技 圖書館 能夠來把它完成 對於我們弱勢婦女老人兒童 以及青年關懷的部分 不管是設置長津大學 或是老人日託 以及36個關懷據點 我們都積極的在進行 還有我們食物 幸福食物銀行的部分 我們積極把一些慈善的物資 能夠轉送到需要協助的家庭 我們從去年9月推動了以後 到今年3月 已經分送給153個家庭 而且呢 也設置我們區域型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包括北中南 北部在新秀區 還有中區 景南區 三個服務中心 到目前為止 至少已經提供了250個家庭的 相關性的服務 而且辦了19場次的 相關的這些慶祝活動 收益人數超過1萬1千次 我們的民政 在一片大家共同的努力 做好衛兵服務的工作 以最發心的精神 做好地方的得風教化 盛中追遠 能夠讓飲水師緣 能夠 這樣的一個 盛中追遠的觀念 能夠永續的流傳 所以我們積極舉辦 這個清理掃墓必名措施 在13個鄉鎮有50處公墓 來進行 每一年都獲得更高的好評 在我們秋季集團結婚的部分 有80對來新人走上紅毯 在105年春季的部分 也有61對新人來報名 每一年有將近140到160名新人 能夠在得到全縣的祝福之下 踏上紅毯 共創美好的人生 我們在這個 原住民事務的部分 不只是原住民部落大學 我們積極的在 在持續的發展 推廣 教育 而且啊 包括這些老人 共同來參與 我們的評鑑得到的 教育部 原民會 以及行政院的賈等的殊榮 對於整個 這個光復 泰巴朗馬泰安地區的風雨計劃 我們已經積極的在進行 讓走進部落 關心部落 尊重部落 加入部落為中子 已經得到 已經得到 這個馬泰安部落 會議的權力的支持 同時呢 目前 花龍基金 已經準與 我們在 繼續進行的 相關的環評當中 完成之後 就積極的來把它 推動興建完成 而且 對於整個 泰巴朗 其實廣場 第一期工程已經完成 我們 第二期工程 第二期工程 我們也會 非常積極的來進行 也爭取到 四千萬的補助經費 包括第二期 包括大型的 這個 入口廣場 以及停車場 這個 故事牆 大型意象 大螃蟹的部分 部落指標等等 我們都會把它 一一的來完成 接著下來 我們也爭取到 部落的自來水 沿管工程 今年爭取到 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元 要積極改善 所有部落用水的 相關的問題 對於我們原住民 文化產業行銷的發展 總共四年經費 一億九千七百多萬元 我們積極創造部落 經濟產值 希望更多的 部落鄉親 能夠來受賄 同時 昆琦在這裡 向所有議員先進 廣大的部落鄉親 再一次的跟大家來報告 在昆琦到縣府服務之後 到今天為止 總共 總共 在整個元寶地的申請 膽還給部落鄉親 總共爭取到 所有權 土地所有權狀正本 兩千九百零一筆 發正式發土地所有權狀 給父老鄉親 九百三十六公頃 而取得他向全力 在助計當中 在等待 要來領取土地所有權狀 有三千八百三十五筆 一千一百三十九公頃 總共合計 六千七百 三十六筆 三十八筆 三十六筆 總面積達到 兩千零七十五公頃 也就是在昆琦院內 打破了過去所有的紀錄 讓環產與原住民 總共 目前已經註記 或是取得土地所有權狀正本 有兩千零七十五公頃 總共有六千七百多筆 而且 縣府原民處相關局處的同仁 也持續地 積極地在 辦理當中 來全力地照顧 維護原住民的權益 我們整體的財務狀況 到 一百零五年三月為止 我們累積 未償還的負債余額是一百二十億 這個總共 從一百年償還債務到今天 我們減少了十三點五四億 是全國二十二個縣市裡面 唯一五年連續還債的一個縣市 對於整體的我們的財政狀況 我們還是持續地在調整當中 積極地把過去累積的負債 積極地把它積極地下降 而且應付未付款 由過去的二十七億元 降低到十六億元 稅入稅數的短差 也從二十二億元降到了十五億元 地元付款的部分 已經正式 正式來完成全額的付款 對於整體的 我們花蓮治安的表現 花蓮是一個觀光線 治安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從九十五年 當時民國九十五年 我們的破案率是 百分之七十一點三一 到今年三月為止 我們的破案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三點六 整體破案率提升了百分之二十二點二九 好 而且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去年整體的A1事件 從前年的六十三人 去年的六十三人 前年六十三人 大前年的四十七人 降到去年的四十三人 而且以去年跟前年 我們全面地實施抓酒駕之後 一年降低了二十個人的不幸罹難 我們希望 對的政策 我們要持續的進行 也向所有的鄉親來表達抱歉 因為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以確保大家在行車當中的安全 不只保障您的安全 也確保其他用入人的安全 所以我們會積極的 積極的來進行 在自然上所做的努力 在警政署評比評鑑當中 我們的滿意度高達百分之八十六點五三 在全國名列第二名 居住社區或家裡附近整體狀況 自然狀況的滿意度九十二點九四 是警政署列合為全國第四名 打擊犯罪自然維護能力 滿意度達到八十三點六七 經列任務評定為全國第三名 對於我們整體花蓮 稅務收支的情況 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一百零四年度 地方經議會大會核定 全人預算數 地方稅務局整體收入 為三十億一千兩百七十八萬元 實際收入為三十三億四千八百二十二萬元 達到全年預算數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 在今年我們核定為三十三億 提高為三十三億五千七百 三十三億五百七十六萬元 到今年 今年一到三月為止 我們已經在積極的開增當中 在這裡特別要對整個大會的議會先進 表達誠摯的感謝 對於整個土石 礦石 地方稅的開增 花蓮整體的財政 會如此的困難 就是因為 我們靠山 卻沒有辦法得到山的資源 靠水沒有辦法得到水的資源 所以今天財政才會如此的艱困 我們在這裡 再一次向議會先進表達誠摯的感謝 經由大會提出 希望礦石稅 能夠啊 用比較合理的價格 一百元來征收 經縣府送到議會提案之後 議會已經正式來通過 礦石稅每頓七十元 如果這一切順利的話 花蓮縣一年有超過十億新的稅收 能夠整體改善花蓮的財政狀況 能夠讓更多的我們的教育 雜根 我們的老人安養 弱勢輔助 我們的原住民 以及啊 這個社會福利 能夠再接再立的大幅的投入 以及我們的基礎建設 也能夠啊 有更大的力量來一一的完成 所以啊 我們必須要說 過去六年 所推動的八部政策 主要是喚醒 喚醒 所有的業者 讓他們能夠了解 當 花蓮的土石礦石 取得非常容易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想過 它來自於花蓮 對花蓮人民的回饋是什麼 所以 我們看到 油電雙漲的時候 油電雙漲 所有的物價 漲了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但是在油電價格 跌破 跌破了當時的起漲價 跌到地板上的時候 我們卻沒有看到物價油 拉回來 為什麼 沙拉油 醬油 衛生紙 名稱物資 樣樣都漲 只有百分之九十 取得來自於花蓮的礦石 不能漲 這是我們深深困惑的一件事情 所以 經過六年來 八部政策的實施 終於喚醒了 絕大多數人 對這個議題的關心 今天 大會通過的 礦石稅的採取 我們對八部政策 要正式來鬆綁 依照大會 所通過的 這些 總量管制的原則 來營營未來時事的發展 以增加 縣府的稅收 照顧人民 來成為 縣府 積極辦理的 這個責任 以及目標 我必須再重塑一次 向所有相關的業者 來表達誠摯的 道歉 六年來八部政策 對你們所造成的影響 我相信未來 對你們是重大的利多 而且 福鄉立民的工作 這些社會福利 都會來自於 未來的礦石稅 而 價格 調漲 實處必然 我們也預祝 未來啊 所有的業者 能夠有更高的價格 能銷售出去 在花蓮 可能是征收了5% 但是 它的銷售價格 是漲了10% 15% 我們並不瞭解 但是呢 這個成本 本來就應該要反映 所以 必須由花蓮所有的人民 政府 民意代表 以及啊 業者私營 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先表達誠摯的抱歉 再表達誠摯的感謝 因為 我們花蓮百年的稅基 打好了基礎工作 至少 至少增加10億的稅收 甚至 未來可能到20億 這是 花蓮縣的 自有財源 為未來 花蓮的 世世代代 提供了最大的利益 所以 過去 六年 笑罵有人 我們依然要承擔 這是先公身為縣長的責任 今天 能夠回饋到鄉親 歷百年的稅基 我們因應實施 因應議會的決議 來順次調整 來希望未來 這些資源 能夠在老人安養 弱勢扶助 原住民 兒童 教育 基礎建設 都會看到 所有議會先進 共同的努力 才能夠讓這件 開花結果的百年稅基 能夠正式來完成 我想今天 坤其 在這裡做一個 簡要的報告 也這次感謝 所有議會先進同仁 對坤其 以及縣府 這個多所指導 我們相信 只要輔惠一家 我們共同攜手 本足 良知跟理性 為所有的相親共同來打拼 相信花蓮的整體的發展 絕對能夠成為台灣的驕傲 跟台灣的指標 再一次謝謝各位 敬祝我們所有議員先進身體健康 議政昌隆 所有花蓮鄉親 能夠幸福圓滿 平安順利健康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副縣長的施政總報告 在有限的財源之下 能夠把花蓮的這個建設 做到很完善 我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而且八部政策 現在如果有一些局部的鬆綁 我想六年來所受的委期 笑貌猶人 我想對副縣長的一個委期 我們也可以這個勉勵跟肯定 那休息十分鐘 給你一個集合 作詞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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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